7.5公尺高的大型滑水道 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南韩首尔的光化门广场 直接变身露天水上乐园 许多家长带着小孩来玩水消暑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 南韩全国各地都发布热浪警告 天气热加上温度高 体感温度直接飙到35度 市民热到把脚抛进青川西里消暑 不少民众趁着放暑假 全家一起到海边吸水 整片沙滩上满满都是人 但到海边玩可能要特别小心 近期江源到东海岸 陆续发现有鲨鱼出没 到目前已经捕获16只鲨鱼 虽然这种鲨鱼攻击性不高 但地方政府还是呼吁 细水游客一定要提高警觉 TVBS新闻正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